大家是不是总会有疑问为什么别人生成的AI图片这么好看 其实只是因为你还没有发现好用的工具 像我就经常会先去找到跟我的想法类似的草图 然后通过设定出图的风格、场景、视角、光线来把控结果 今天推荐的这款AI工具 结合了草图渲染、图片扩展、图片的局部编辑 以及最关键的除了可以对角色进行一致性模型训练 还可以对场景、建筑、日常用品、电商产品等等任何东西进行一致训练 功能非常强大 先给我点点订阅马上带你深入了解 来到Pro手页 它是一款真正能把创意实现的人工智能综合平台 比如AI工具里面的草图渲染 就是上传手绘草图或者建模软件的截图 就能生成逼真的照片及渲染效果 另外还可以局部草图渲染 也就是我有一张底图 某个地方我不满意 想添加一些素材那很简单 只要再提供一张素材图 它就能被添加到原图里面 精准编辑你的创意 常规的功能还有文本生成图片、图片生成视频、图片扩展等等 这期影片也会介绍它的一致角色渲染功能 人、物体、动物都能保持一致 生成各种各样的常景图 我们先来看看草图渲染 点击左侧上传图片 我这里有一张美女的半身素描图 看看这么简单的一张草图 它能不能生成一位性感的美女 在左侧提示词书框里面输入我想要生成的图片 一位25岁的女士穿着红色的吊带裙 在日落时分沿着海滩散步 裙子在微风里飘动 身后的天空闪烁着往下 它的表情轻松满足 往下拉是选择模型 V3模型有更强的文字理解能力 接下来是风格的设置 摄影动漫3D 概念艺术插图艺术类都有 生成真人角色的话一般就选摄影风格 如果是建筑的话我们就可以选上面的这两个 我们后面再试 往下拉有即时摄影风格 时尚摄影风格 艺术摄影风格 根据海滩散步的场景 我选择一个即时风格吧 再来到左边点开场景 看看有哪些选择 建筑、室内、商业空间、景观、游戏角色也可以设计 如果你是做产品设计或者市场营销的话呢 你也可以用到家具、珠宝、鞋子、车辆、电子产品 还有包装设计的场景 如果这里没有适合我的场景描述 那我可以选择无场景 再来看看模式 一般推荐大家选择精准概念 它可以保留精准的细节 还拥有丰富的想象力 接下来就是设置一个创意的参数 数值越高 生存的结果可能就会偏离我们的草图了 我一般就按照默认的55OK 高级设置也非常实用 它可以设定图片的视角和光线 比如广角镜头、远景 特写镜头、中景、中远景 局部的特写、肖像还有头部特写 如果你想要测身相或者厚视图 仰视图、俯拍视图、高角度视图都OK 那我选择一个全身像 再来看看光线、冷光、动机照明、半透明、发光 还有这个夜点照明和霓虹灯灯光 根据场景我们可以选择合适的灯光效果 接着往下它默认会帮我们生成三张图片 我觉得这个数量是合适的 最多的话一次性可以生成六张图片 OK 检查一下 没有问题点击开始生成 OK 当服务器繁忙的时候 它可能会开小柴出错 但是另外生成的两张照片 跟我的草图就非常相似 特别是第一张 它也是用手来捉着裙子 我的草图非常简单 但是它帮我补充好了背景和人像 草图渲染这个功能非常智能 并不需要我们有很厉害的绘画能力 甚至你还可以在网路上找素材 只要草图上绘制出你最在意的点 然后结合提示词 就能生成出你想要的创意图片 我换一张草图 一张卧室书房的图片 但是大家有没有觉得 诶 这图片怎么显示的东西这么少 没关系 开头的时候 我也给大家介绍了Pro AI可以扩展图片 那我们就可以先把这张草图扩展一下 然后再进行草图渲染 生成真实的图像 来到左侧AI工具这里 我们可以在新标线中打开 在尺寸外扩的功能点击一下 点开图片 选择刚刚的卧室草图 在左边可以设定尺寸 这里有很多尺寸可以选择 我选择一个16比9的 然后再把圆图调整到合适的位置 比如我想要重点扩展一下右侧 那右边就留空的多一点 在提示词填上你想要出现的元素 比如我想要在窗边放一张休息的沙发 其他设置保持不变 点击开始生成 OK 来看一下生成的结果 这绝对是又节省工作时间 又给到我们很多创业的想法 圆图只有一面窗 因为我提示词要求在窗边摆放一张休闲沙发 圆图窗户的位置已经放了书桌 没地方了 所以AI就在旁边生成了第二面窗 这样整个书房的布局大小就合理了 如果你不喜欢那么多窗户 也有第二种设计 另外窗户外面的高楼道路旁边 还生成了树木 非常美观 先把图片下载到本地 有需要的话可以在下载的时候 直接高清放大圆图 再回到草图渲染 把我们扩展好的草图导入进来 提示词也可以不填 风格这里要调整一下 我选择建筑写实 再来看看场景 室内的 选择书房 模式的话可以保持不便 精准概念 高级设置里面的视角和光线 比较适合人像 可以关掉 OK 点击开始生成 让AI根据我的草图来自由发挥 三种不同的家具风格 因为我没有设定光线 所以白天自然光线 窗外照进来的太阳光 还有昏暗的室内光线 它都生成出来了 我们也可以试试换一个动漫风格 然后把现代的场景设置关掉 OK 再来开始生成 动漫风格很温馨 书桌底下的阴影 还有沙发的影子处理的非常自然 第二张偏现实主义 窗外有山有水 这些都可以通过提示词来指定生成的 来到AI工具这里 点开局部草图渲染 左边可以看到 首先我们需要导入一张圆图 也就是我的卧室图 然后就是我需要在卧室里面添加的素材草图 比如我想在地毯上放一个这样的美女 第一步就是要涂抹区域 我希望她坐在这个位置 然后第二步就是调整我的草图的大小 让她刚好在我标记好的区域里面 像我现在标记的区域就太小了 显得比例就不协调 我可以擦掉重新来标注一个区域 OK 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和谐了很多 在提示词这里描述一下 一位美女坐在书房的地毯上 再来点开模式 选择第一个结构就OK了 它可以生成更精准的结果 OK 点击开始生成 书房里就多了一位美女 每张图的神态都不一样 女生周围比如她背后窗外的景色 也会跟着变化 再来看看她的一致性渲染模型 首先我们需要来到左边添加模型 也就是上传基础图片让她来训练 常见的一致性模型训练一般只会针对角色 但是在Pro AI这里 还可以对室内室外建筑进行一致训练 另外插画设计比如这个交通工具 家居产品沙发还有小摆件 包括游戏人物都可以进行一致训练 还可以为品牌设计一致风格的工艺品等等 而且她只需要上传一张图片就可以进行训练 比如我把小猫咪的照片上传过来 再提示此输入框输入一只调皮的猫 接下来第二步它是让我们提供三个使用情景 它是为了让训练后的模型更加稳定的输出图片 也就是你希望用这个模型来生成图片 是什么样的属性呢 我们就描述在输入框里面 比如我想要户外的 然后我希望图片是自然光 然后拍摄手法是现实拍摄 如果你还有其他想法 点击添加情境就OK了 然后来到最下面点击训练模型 很快大概一分钟模型就训练好了 点击打开训练好的猫猫模型 我们可以通过导入图片参考 或者直接输入文本描述 来生成这只猫猫作为主角的图片 我先清空一下原本的提示词 可以上传一些参考的图片来生成新的图片 比如我分别导入这三张有猫猫的图片 来让他把主角替换成我的模型猫猫 继续添加第二张图片 第三张猫猫戴了眼镜 看他能不能帮我的猫猫也戴上眼镜 当我们有图片参考的时候呢 提示词这里是可以不输入的 下面是生成图片的比例 都可以选择 如果你想批量生成更多的图片呢 点击添加就ok了 来到最下面点击开始生成 ok 图片生成好了 左边是参考图片 右边呢我的猫猫按照参考图片的姿势 摆好了pose 而且图片的布局是一样的 每一张图片都保持了我的小橘猫角色一致 很厉害 完全保持了角色一致 甚至都不需要想文本怎么描述了 只需要通过参考图片就能把创意复刻到自己的角色上 来到左边点击一下上传图片 只需要添加一张图片 比如我想要生成这种类型的建筑来做动画 在提示词可以输入乡村木屋动画场景 使用情景这里我输入日式木屋 吉普利风格自然光 ok 点击开始训练模型 ok 模型训练好了非常有动画的感觉 这次我就不用图片参考了 我用文本描述来生成图片 看它的效果怎么样 而且我在提示词里面加上人物描写 比如6岁棕色头发的小男孩在卧室里面睡觉 动画风格 35岁棕色期间短发的妇女在厨房里做饭 60岁老奶奶在河边散步 生成的图片比例我设置成16比9 ok 点击开始生成 还不错哦 生成的图片整体的风格呢 都是按照我模型的风格来的 但是这张图片有一点点问题 第一个是小男孩的姿势 第二个就是屋子里面还有一个屋子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 这一张图片就很不错 厨房里面妈妈在做饭 然后窗户外面呢 还能看到房子外面的景色 而且房子外面的这个悬崖 跟我们训练模型的时候 提供图片的外围环境是一样的 效果非常不错 第三张奶奶在外面散步 是不是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呢 小男孩放假在家里休息 妈妈在做饭 奶奶散完步回家 这个模型除了人物角色 她还可以对环境建筑进行一致训练 这就很方便我们在做故事的时候 实现连贯一致了 相信大家都想赶紧试试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成果和看法 未来我也会介绍更多最新的模型 和人工智能新的玩法给到大家 记得点赞订阅和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期的精彩 希望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我们很快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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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